讲一讲新加坡与病力共存的政策 新加坡大家听我说都知道 在2021年的8月26日 新加坡正式开放了边境 被航班的乘客进入 这个第一个就是新加坡做的一个措施 同一天新加坡跟着做第二个措施 就是他们在社交的一个距离上都开放 这个与病力共存政策在8月2号开始之后 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 很大很大的一个疫情升幅 最高峰去到4,800宗案件 每一天计量增加4,800宗的一个感染个案 4,800宗的感染个案代表如果香港 作为人口数字比新加坡大了 大概20%的一个城市 香港如果用新加坡的4,800宗 香港可以反映到至近7,000宗 即是说香港如果出现7,000宗的疫情 可以这么说香港可能就是崩溃的了 但是新加坡这个与病力政策 在这个执行过程里面 它预计了某些新加坡公民 是将会受到疫情所影响的 所以在政府的公立的诊所和医院 本身新加坡已经加强了医疗系统上面的配合 即是说新加坡本身除了我们所说的文件格式上面 或者在互联网的内容上面有所执行之外 其实就是不同部门有不同的看法 而警方的看法就是如果你曾经开麦 很可能就是你的麦里面的内容 都要给一份录音给他 以免你在录音里有什么说话 好了 接着另一方面 那讲回新加坡先 新加坡跳了一下 新加坡疫情呢 新加坡疫情呢 是升到4800宗 但是呢 接着呢 在4800宗之后呢 是平均达到3500宗水平呢 就定了整个星期 接着呢 近日回落了 回落到什么呢 近日回落到呢 就只剩下2000宗水平而已 那2000宗水平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香港 如果香港算是 大概是2500宗的水平 那你说高不高呢 是高的 但是对新加坡来说呢 它的医疗系统 发觉是顶得顺 那就是说 新加坡的医疗系统呢 是完全可以呢 就是面对着 它现在的疫情数字呢 就算4800宗的时候 3000多宗的时候 它顶得顺 现在何况已经跌到下去呢 就是1900多宗呢 而呢 病毒本身的reproduction rate 病毒的传染率 传播率呢 也都跌到下去呢 就是0.8 那就是说呢 都不是超过1 但是0.8 那就是说呢 新加坡自己觉得呢 就是它以病毒的传染的政策呢 它已经取了阶段性的胜利了 那阶段性胜利的话呢 就是意思呢 新加坡的公民呢 在它打疫苗 打到83%的疫苗以上了 而同一时间呢 是当开放边境啦 当开放了大家 就是开放新加坡人之间的时间距离 新加坡呢 新加坡呢 疫情的数字呢 曾经飙升过 但是呢 跟着现在回落了 那也都呢 新加坡政府掌握到呢 就是乳病毒的政策呢 是已经成功了 那原因呢 就是说 虽然有一个个案爆发 但是这个疫苗系统呢 是顶得顺的 那所以乳病毒今天呢 就开始了呢 就进一步放宽的社交距离 由限聚令呢 由两个人呢 就是新加坡到 放宽到五个人 那这个就是 新加坡与病毒政策的一个成功 那这个成功 除了这个成功之外 那还有反映到呢 新加坡和欧美呢 很不同 欧美和新加坡走着差不多的政策 那它关键在于呢 就是在行这个病毒政策 之乳病毒共存政策的期间呢 是绝对不会呢 就令到那些公民呢 觉得恐慌 那或者疫情呢 数字不断发生呢 而令到他们呢 就是开始觉得呢 心怯怯 又或者是超少人抢物资 而第二个 就是这个医疗系统呢 是一定要呢 是顶得顺 现在呢 增加 或者预期可以 会增加的一个疫情数字 那南韩增加 南韩也开始了 与病毒共存政策的了 那疫情数字是增加的 欧洲呢 走了一段时间 那疫情数字呢 不断飙升 飙升到呢 甚至荷兰奥地利呢 就开始收紧了 本身的防疫政策了 那也都呢 就令到呢 市民呢 可能有一些示威 甚至有点骚亂 那呢 但是问题呢 在于呢 新加坡 其实呢 在医疗系统方面 还有呢 在市民信心方面呢 是需要配合著 于病毒的政策 就是说 政府官员呢 是不断保持著 病毒的走向 会不会有风险呢 会不会呢 是需要临时呢 就辣停这个 于病毒的政策 现在市民方面呢 他们很信任政府 去呢 就令到呢 政府可以推行政策的同时呢 就算身边有人感染呢 他们只要相信医好它呢 这件事就解决了 所以新加坡呢 无论医这个疫情呢 又或者呢 甚至乎呢 现在于病毒的政策 于病毒共存政策 当中的 包括 令到市民安心 令到市民呢 就信政府 还有呢 就是本身 就是医疗系统 可以顶一顺 新加坡做得很好 那香港呢 虽然你说 可以行与病毒竞争政策的 那个时间表呢 是现在直接没有的 甚至乎现在呢 林郑月娥呢 只是集中了一样 就是开大陆的关 通道的关 那我相信呢 林郑月娥呢 应该可以解释 除了开大陆的关之外 他还怎么样呢 可以保障香港的 国际城市的竞争力 包括了呢 和世界其他的城市 在国际城市的接触 去保障香港呢 可以发挥到一个 国际城市的第一个作用 纵使香港呢 和中国大陆 有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 但是这经贸关系 某种程度上呢 其实香港是作为一个角色呢 是代理着外国呢 向中国买货 和监管货品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香港和外国之间的联系呢 是要被毁的话呢 有和大陆之间的联系呢 并不是等于呢 可以发展到呢 整个社会 或者整个呢 就是 目标可以达到的 好了 跟着我们来讲讲呢 就是也都有呢 包括清华大学呢 包括了呢 就是中国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 那原来呢 在口服 就是说呢 口服的一个呢 就是生股肺炎的药物方面呢 是原来中国也带了很大的发展 清华大学呢 原来连同一家药厂 另一家药厂呢 是已经发展了呢 就是口服的一个呢 就是生股肺炎的药物 这样治疗的 那也都已经完成了 第三个浪漫测试的了 已经正式呢 就向了中国的卫生部呢 去批准呢 就使用这个药物 那这次药物 那这次药物就不是这样批准的 那也是有条件地呢 就是永久批准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药物呢 就将会是呢 就是其中一个生股肺炎的一个医治药物 其他呢 另外还有几个呢 就是机构也都在发展着呢 就是这个医疗药物 但是他们呢 就是仍然在开始第三阶段 只是未完成的 那就是说呢 与病毒共存的政策 所需要配合的高接受率 或者呢 就是高保护率呢 其实除了打针之外呢 也都可以呢 是用另一个形式呢 去覆盖的 那譬如呢 就是说 我只要正匹别的人呢 有没有打针 那其实呢 只要在她的帽子啊 眼镜啊 或者一些色物呢 是给她的标志呢 Award的标志给她 可能都解决了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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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